5月13号 中国校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李浩石 在北京演出时 说了自己养了两条狗追松鼠 讲了这个段子 结果他被举报 说他评价两条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犯了忌讳 他已经被无限期停止演艺工作 还被立案调查 这是咋回事呢 那我们得说一说 也就是李浩石在演出中 做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就说了说个段子 说在山上 他捡到了两条野狗 看到狗追松鼠 他说我看到这两条狗 内心里只想到八个字 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 说出口以后台下的观众啊 就是非常的高兴啊 快乐 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就这八个字啊 的梗儿 却让李浩石啊 塌了天 五月十五号 效果文化公司 在微博上就开始道歉了啊 就说了五月十三号 脱口秀演员 李浩石在演出中啊 有不恰当的比喻 引起了观众的争议 说了李浩石已经被无限制 停止了他的工作 李浩石本人啊 也在微博上道歉 说自己演出中啊 使用了非常不恰当的比喻 给观众呢 造成了不好的感受和联想 说我将承担责任 停止演绎 深刻反省 重新学习 尽管李浩石啊 和效果文化公司 都深刻道歉 深刻的反省 但是呢 这个世界没完 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表示 五月十五号 通过网络巡查 知道了这个事 并且对效果公司 已经展开立案调查 好家伙 那这 这个雷还是一个不小的啊 那我们就奇怪了 那人可以作风优良 人打胜仗 那么狗就不行吗 人能够打仗 狼也可以 那否则 如果说不能说狼 那哪来的战狼呢 所以啊 这李浩石到底 法犯哪条呢 想不明白 有港媒 那叫披露 说这八个字的梗啊 侮辱了人民 子弟兵 因为中共十八大后啊 习近平提出了新的强军目标 就是十二个字 听党指挥 人打胜仗 作风优良 成为了解放军 强军口号 2月13号啊 2013年3月 十八大后 当选总书记啊 的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会议解放军 代表团 全体会议上就说了 建立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 所以从那之后啊 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意思就是 人民解放军的口号 也被用来形容解放军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啊 对这个事件发表了评论 说了某脱口秀演员 被指冒犯人民殖民 所属的公司收到查处 脱口啊 莫脱轨 玩梗儿 虚有度 片面追求效果 而不惜踏械 就陷入了误区 行有所谓 言由所记 行有所指 这应该是职业的底线 更应该成为行业的共识 价值观 立得端 言行才不会 跑偏 好家伙 就这八个字 还引出这么深刻的评论 但一些网友啊 并不这样认为 上海某大学退休教师 顾国平就说了 一个喜剧演员在舞台上 向观众展示可笑的言语 这就是喜剧的本身呢 没有必要将他政治化 这个演员没有调侃解放军的本来 他说的是两个狗在山上追松鼠 没有说想侮辱解放军嘛 所以说一些网民敏感度过高 政治敏感度过强 所以才有这样的反省 所以他觉得了不应该这么敏感 文学艺术脱口秀 是一种形化活动 不能成为洗脑的工具 你看看中国人 他就跟北朝鲜人不一样吧 要是北朝鲜 大家一说 这个侮辱解放军 肯定是重口一词 一分填一 但是我们仍然有不同的看法吧 在十九十八大后 习近平提出来 这个停档指挥 人打胜仗 作风优良 所以李浩石 在脱口秀中 由于这八个字 跟习近平的语录 强军目标 撞了车 才引来了灭顶之灾 所以有人就感叹 说如果在中国 这种言论环境下 这个脱口秀 实际上就没办法整 一名自称为退役军人的网民说 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不妥呀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敏感 汪汪队里的狗狗们可以是特工 猫狗大战里的狗狗可以是情报人员 也有狗狗大厨 狗狗科学家等等角色形象 那么狗狗难道就不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吗 一名自称是效果文化编剧的工作人员就说 其实脱口秀演员演出的内容 公司都会进行事前的审查 也会向有关部门报备 所以据他说了 这个李浩时演出的内容 这句话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没有事先得到批准 新华社也说 在5月16号中午发表微博说 人民军队保家卫国 每个人都必须敬畏 挺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每个字都不容冒犯 那这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 挺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这就是解放军的专用词汇 任何人都不能用 这个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李浩时之说了两条狗 他就把它定义为 这些话就是人民解放军 那人民解放军不是那狗吗 是你自己要往上面去 印着套吗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反映出中国的舆论 言论自由 基本上叫断荡然无成 这种舆论的氛围 非常的叫风声鹤唳 简直就让人回想到 直逼文革 喜剧原本是娱乐观众 但是现在被高度政治化了 有资深评论人士就说了 脱口秀在中国 是新兴的舞台表演形式 内容是嘲讽 一些社会现象和乐点事件 他说了在外国脱口秀的表演中 很多是评论当下的政治时事 包括总统 在中国当局发现一些苗头 文化部门开始执法 李浩斯说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指的是两条狗 但是他们就联想到 无辱解放军 这样有好多词都不能用了 这么一来 每个人说话都很紧张 正好前不久 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拜登总统 在招待驻白宫记者 当时邀请了很多人 我还看到了蓬佩奥 大概有2600多人参加 他就请了一个脱口秀演员 这个脱口秀演员 除了嘲讽福克斯新闻 什么机器选票造假以外 嘲讽他 同时他也开拜登的玩笑 就说你看法国民众在抗议 为了64岁退休在抗议 但是他美国有个80岁的老头 还在竞争上党 还希望再干四年 他还做出手势 I begged you 就是我求求你 求求你 这不是很正常吗 大家哄堂大笑 我看到拜登笑的 也很灿烂呢 是吧 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在中国 经过习近平十年执政 特别是二十大后 中国的自由 宪法上所写的自由 就像脱衣舞一样 一件件就被脱去了 现在到脱口秀的演员 也不能说话了 那你想这个相声 还有其他的 他都是以讽刺为 为他的生命线 那你不许这种说法 并且严格的 这么上纲上线 那就没有办法玩了 你别说 刚才我说的相声 还真有这么一个事 大家知道相声呢 他就是以讽刺 说某某一个人喜欢猴 最后呢怎么样 买了很多猴 等等吧 他就是这么一种 让人开怀大笑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哼一些人 所以可能会糊涂 出差以后 视力也不好 一看 在街上 看着镜子 一看怎么里面出现我 这严格侵犯消费 肖像权 你这买回去了 买回去了 他太太 给他太太看 他太的眼神也不好 就给他妈妈看 他妈妈一看 哎呀 我的儿子又哄爱恋 怎么找这么老一个老太太 做情人 你说这 这不就是讽刺吗 但是 在 1949年以后 随着中国的舆论的控制 和毛泽东所谓延安 做到会议上的讲话 要把文艺作品 作为党的喉舌 这样就失去了文学艺术 失去了创作的空间 它就会形成一种畸形文化 在我的老家武汉 还争处了这么一个人 我看过他的表演 并且 他女儿 跟我们还在一个银行里工作 他叫谁呢 他就是夏宇田 夏宇田 他就是觉得 不能走讽刺这条路 既然走不通 那我们就走歌颂这条路 所以他的相声 是歌颂型 新相声 就跟过去讽刺型 相声 就分开了 形成一种新相声 我专门赞美 社会主义制度 我专门赞美党的政策 然后我找一些 比如说你长相 和一些某某事情 做个儿 来兜里乐 等等 马记 这个江坤等 都是 都对他呀 非常的尊敬 但是支持这哥们年龄 这个不长 就提前告别了人事 告别了党的事业 所以他的相声至今 也没有什么流出 原因是什么 因为相声的基因 生命里就在于讽刺 你采取歌颂 就像一个变态的 人 是吧 我们说人是正常人吗 但有的人叫太监 太监是什么呢 他就去世了吗 所以说 把它变成了一种 不正常的现象 在文革中啊 也是发生在武汉 还有一个作家 这个作家的名字 名气很大呀 叫姚雪盈 他写的书啊 小说李志成 当时畅销一时啊 非常的火 还每天中午 广播电台 还来朗读啊 演播他这本书 他就是了这个 在1949 1949年以后啊 就开始写 按照党的这种政策 要把李志成 这个农民齐军 描绘成高大权 伟光镇 塑造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篡改历史 什么张西沙人 魔王张先宗啊 都变得样 所以他就写 写了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 57年 他们化成了右派 发配到东西湖农场 他就跟毛泽东写信 说了想 完成这个梦想 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所以他就回到了 61年回到 恢复名誉 回到武汉 开始写李志成第一卷 并且1963年 就发行了 是吧 你看 文革期间 他能够安心写 还能够经常到图书馆 这一托作品 还能得到发表 因为毛泽东 支持他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 这哥们也遭到了麻烦 就被李志成被批为大毒草 红卫兵在抄家时 这哥们拿出了毛泽东 跟他的悔信 毛泽东支持他 写李志成 所以他没有被抄家 1975年 这个姚雪影响毛泽东汇报 他李志成的写作情况 他是这样说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原先除了写李志成之外 还有一个梦想 想写太平天国 也做了必要的准备 转业了 已经60多岁了 身体也不十分好 李志成呢 是完成了一半 希望再次得到您的支持 1975年 大概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 已经到了生命的尾期 14天后 收得了毛泽东的回忆 回信 印发政治学各同志 同意他写 李志成小说 二卷三卷到五卷 一个作家 写自己的小说 居然得到毛泽东 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说了同意他写 你说这个这么荒唐吗 所以1977年 姚雪云完成了第二卷 大概后面的几卷呢 他基本上写出来了 但是不满意 才修改 最后因为身体不行 要去世 他家人呢 根据他的遗嘱 然后进行了一些修改 之后凑成了五卷 现在还有谁知道 李志成呢 有谁去读这种 所谓的像金光大道 浩南写的金光大道 艳阳天一样的 李志成呢 没有 因为他没有艺术的生命力 但是呢 姚雪云呢 也算是幸运的 因为文革啊 和他没受什么冲击 在毛泽东的庇护下 打着这个写 韦汪正小说的名义 他呢 在文革中可以 自由进出图书馆 可以自由的写东西 并且还能够出版书籍 那谁 当时有这个待遇了 这可能也是 极权主义 声称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 姚雪云本人也是有问题的 作家胡锋啊 就这样评价 姚雪云 说他呢 是客观主义 与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我觉得评价是吗 公允的啊 这就是一个变态作家 当哈德东西 李志成还会流传与世吗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高刑建先生 他怎么看待 怎么看待政治跟文学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获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他说 我想说的是 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 而且 如此一来 文学一旦变成国家的宋歌 民族的旗帜 政党的喉舌 或者阶级与集团的代言 尽管可以动用宣传手段 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 可这样文学 丧失了本性 他要不成其为文学 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 而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 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 也因为文学首先出自于个人的感受 有感而发 他说 二十世纪 中国的文学的劫难 之所以一而再 再而伤 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 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 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 都同样将文学 与个人置于死地 以革命的名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 导致公然的禁书 烧书 作家被杀害 监禁流亡和处以苦译 这是百年来无以述计 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帝制朝代 都无法与之相比 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 无比的艰难 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 除了沉默 便是逃亡 说得深刻吧 叫一语成诚 政治跟文学 即使脱口秀 也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 一种艺术的展示 它只能代表艺术家 文学 小说家 文学家 他们自身内心的呼声 也只有是这样 这个声音才是真实的 才能感动观众 才能与观众进行共情 如果说你成为党的猴子 成为一种宣传工具 即使你观众爆发出笑声 那个笑声也特别的刺耳 这就是夏宇天 相声的效果 李浩石万万没想到 他的两条野狗 没有追上松鼠 却咬到了解放军和习近平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住聊 明天咱们接住